风波反转 台语一般艺人丽品刘德华 就连登地新闻局长都出手了 近日刘德华时隔11年举办的演唱会备受瞩目 原定10月31日的演唱会 却因台风和其他原因被迫取消 这一消息让众多粉丝感到心疼和失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德华却选择了在11月2日补办演唱会 并且还成功演唱了《东方大国人》 这举动不仅得到了圈内好友的广泛支持 还有当地当局官员的祝福 这也让演唱会的顺利进行 成为了一件备受瞩目的大事 一 演唱会的取消与补办 刘德华的演唱会之所以备受瞩目 是因为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偏盲级歌手 而此次演唱会的举办 也是为了回馈一直以来支持他的粉丝 可以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演出 天有不测风云 原定于10月31日的演唱会 却因为台风的影响被迫取消 这一消息无疑给众多粉丝当头一棒 他们早已为这场演唱会 做好了充分的梗背 更有一些粉丝表示 就算是冒着台风的风险 也一定会强来观看偶像的演出 可以说是对刘德华的支持和爱护 已经超越了一切 面对这样的情况 刘德华也是十分的心疼和无奈 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众多粉丝的心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投入 才让他的演唱会备受瞩目 更是一次次的感动和惊喜 就在众多粉丝还在为演唱会的取消 而感到失望的时候 刘德华却选择了在11月2日 补办演唱会 而且还是三场连演 可以说是一字刻的加倍奉还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众多粉丝的理解和支持 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前来观看演唱会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缘再见 二 演唱会的成功举办 刘德华的演唱会之所以备受瞩目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和人气 更是因为他在演唱会上的表现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惊艳和感动 在演唱会上 刘德华不仅仅是演唱了经典的歌曲 更是选择了在演唱会上 成功演唱了东方大国人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文化交流 这样的举动 也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而在演唱会的现场 刘德华也是十分的亲和和真诚 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众多粉丝的心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投入 才让他的演唱会备受瞩目 更是一次次的感动和惊喜 可以说刘德华的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次次的音乐盛宴 更是一次次的情感交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了有意义的演出 刘德华的演唱会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 也是因为他在娱乐圈内的人际关系和情商 可以说是十分的高超和强大 在演唱会的现场 刘德华也是十分的亲和和真诚 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众多粉丝的心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投入 才让他的演唱会备受瞩目 更是一次次的感动和惊喜 而在演唱会的现场 刘德华也是得到了圈内好友的广泛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了有意义的演出 可以说刘德华的人际关系和情商 也是十分的高超和强大 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众多粉丝的心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投入 才让他的演唱会备受瞩目 更是一次次的感动和惊喜 刘德华的演唱会之所以备受瞩目 也是因为有着众多粉丝的情感投入和支持 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温度和有力量 在演唱会的现场 刘德华也是十分的亲和和真诚 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众多粉丝的心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投入 才让他的演唱会备受瞩目 更是一次次的感动和惊喜 而在演唱会的现场 刘德华也是得到了众多粉丝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 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了有意义的演出 可以说刘德华的演唱会 之所以备受瞩目 也是因为有着众多粉丝的情感投入和支持 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温度和有力量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刘德华的演唱会之所以备受瞩目 也是应该有着众多粉丝的情感投入和支持 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温度和有力量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而在演唱会的背后 也是有着刘德华的人际关系和情商 可以说是十分的高超和强大 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众多粉丝的心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投入 才让他的演唱会备受瞩目 更是一次次的感动和惊喜 可以说刘德华的演唱会之所以备受瞩目 也是因为有着众多粉丝的情感投入和支持 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温度和有力量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也希望刘德华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初心和情感投入 可以说是十分的有温度和有力量 这样的举动也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说是一次次的有意义的演出 众所周知 近日刘德华在台北开演唱会 途中可谓一波三折 不过这可把歌迷们乐坏了 台下作物虚席 气氛热烈的不得了 而且为了回馈台岛粉丝 一连演唱多首经典曲目 其中就包括快智人口的中国人 唱完这首歌 所有志异都烟消云散 而林熙磊可以说是台下最大派的女粉 她和刘德华曾有过搭档 在红毯先生饰演刘德华的妻子 激动的林熙磊这次发动态晒出了现场照片 当然 她又说回来 刘德华老师是十分爱过的一名好歌手 毋庸置疑也是在演艺圈 唯一没有负面新闻和不好传闻的明星 在看完后 林熙磊表示 为了抢她的演唱会能笑 这次自己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 当然自己平时在KTV经常唱 刘德华的中国人 天忆等歌曲 不过刘德华演唱会 轻轻出现情况 不过这次她话筒掉落 迅速做出反应 老到未老 身手依旧不输年轻人 哈哈 此后林熙磊调侃 由于总统的原因 天天的状况 我还喊话刘德华 调侃其假如演唱会有人退票咋办 当时刘德华就说了 作为天选打工人的我们 平时谁不会偶尔有事 要请的假加个班啥呢 其实只要他们喜欢我的歌曲就行 平时没事记不住歌词也没有关系 能哄上两句就可以 哈哈哈哈 刘德华的回复让人笑翻 当然刘德华不愧是天王 这颗演唱会可见华仔 在台北的影响力有多大 坏风回来 有机会逼去刘德华演唱会 不过这演唱会门窍真的很难抢 大家觉得呢 姚王刘德华在台北开演唱会 这动静简直比过年还热闹 11月1号就在台北 华仔时隔11年再次开唱 连的三天常常爆满 这可不是带的 话说这次演唱会 那可是相当的精彩 咱们先说说这舞台 两边站着微风凛凛的麒麟 华仔背后一条巨龙藤银架物 屏幕上还打着大大的简体字 这中国风杠杠的 华仔也穿着一身华丽的中国风服装 唱起了今天 世界第一等 中国人一首首经典老歌 直接把现场气氛点燃了 这演唱会可不只是听歌那么简单 它代表着一种情怀 一种文化认同 你想想在台北 用简体字唱中国人 这意义可不一般 这说明啥 副名华仔的爱国之心 日月可见 网友们越纷纷点赞 说华仔不愧是正能量偶像 怪不得能红一辈子 演唱会现场的叫一个热闹 粉丝们左边喊华仔我爱你 右边喊老公我爱你 这热情简直要冲过屋顶 华仔也挺幽默 回了一句 我都六十多岁了 还教我老公 这句话一出 现场气氛更是豪道棒 大家一起喊叫刘德华 刘德华 刘德华 这场面想想都激动 这让人想起当年迈克尔 曾克逊的演唱会 也是万人空想 粉丝们为之疯狂 虽然时代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但具象的影响力 都是一样的震撼人心 还有网友说 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演唱会 这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说明了 华仔这场演唱会 在大家心目中的闭尾 可不是嘛 华仔的歌 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 它的电影 又给多少人带来了欢乐和感动 咱们再来看看网友的评论 刘德华是艺人当中 最有正能量的艺员 刘德华怪不得能红100年 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演唱会 这些评论可不是随便说说 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华仔的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盛宴 更是一次情感的交流 一种文化的传递 他用歌声传递着爱国情怀 传递着正能量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想当年四大天王 叱咤风云 如今其他几位天王的消息 渐渐少了 但华仔依旧活跃在舞台上 依旧保持着超高的人气 就跟他自身的努力和坚持是分不开的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 虽然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现场感受你的演唱会 但是在我心中你一直是我的偶像 不只是因为你的歌曲 更重要的是你的人品 以及你的爱国情怀 一直一直影响了我 你也是我做人的标杆 华仔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他几十年如意热地努力 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对粉丝的真诚关爱 才是他Enduring Popularity的秘诀 这次台北演唱会 再次证明了华仔的实力和魅力 24小时内连开三场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这不仅需要强大的体力 更需要一颗热爱舞台 热爱粉丝的心